亚西安和美国领导人承诺 今年11月将双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华盛顿出席亚西安美国特别峰会的李显龙总理形容 这次峰会凸显了美国重视与亚西安的合作关系 李显龙总理在一年两天的亚西安美国特别峰会结束后 向新加坡媒体表示这是一场有意义的峰会 他说美国在国际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 包括俄乌战争 中美关系紧张等 仍主办这场特别峰会促进双边合作 并持续关注和提升美国与亚西安的关系 这个对亚西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原来就是名称是战略伙伴 现在我们有计划提升成为全面战略伙伴 要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必须有实际的内容 具体的内容 就是关于能源方面的合作 或者关于抗议方面的合作 总理说美国和亚西安接下来几个月将具体讨论有关内容 希望今年11月在柬埔寨举行的亚西安峰会上 能落实与美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和亚西安也在这场特别峰会上 探讨深化双边合作关系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去年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 总理说最理想的情况是美国重新加入跨太平洋 合作伙伴协定 但美国的政治局势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以印太经济框架作为替代方案是个新的开始 从一个投资和贸易角度来看 它的内容比较少一些 但是从其他方面来看 这个是有它的价值的 并且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 希望以后从这个IPF我们可以延伸下去 可以有机会再恢复全面的经济深入的合作 总理也在特别峰会其中一场会议上发言时表示 随着疫情消退 新加坡期望和美国重启海事合作与多边演习 携手维护区域行情自由及和平稳定 感谢观看